可以看到監視器畫面27日晚間時間左右 一輛黑色的休旅車沒有任何猶豫 直直的撞上花蓮 吉安 化人國小的後門 撞擊力道大 車頭瞬間凹陷 而且沒過多久的時間就開始冒煙 但開車的理性駕駛卻沒有下車 而是開著車頭已經損毀的休旅車離開現場 依次還出現漏油的情況 說明以釐清造勢原因 釐清價值坦承 造勢逃逸 警方表示發生車禍的當下 即便沒有人傷亡也應該要報警處理 否則將會處新台幣1000元以上 3000元以下罰還 並吊扣駕照一到三個月 天一亮實際來到現場 可以看到化人國小的後門外牆 跟學校招牌有損毀的情況 詳細的造勢原因 還有待警方進一步調查釐清